在每一场二场进度延宕的情况下 宣布再见第三场 被迫出走的台积电还有多少苦说不出呢 美国生产是在台湾 所以他就任由台积电有很大的决策的能力 那现在发现不行了 因为美国在晶圆产业方面是落后很多 所以他逼着台积电去美国 那第三个他就是要买保险卡中国大陆 所以这个是人为制造的政策 人为制造的货端 对台积电对台湾来讲真是祸不单行